白色叫車即使在路上 隨後勁打滑橫向高速直衝進前方店家 猛烈撞擊力道 車體半轉半圈 瞬間解體炸開 擋在店家門口的輪胎和防撞物品 也都甩噴四散 18台九縣台東425.1公里處 28日晚上6點多 旅駕駛載了乘客 不明原因失控衝撞進一家海產店門柱 兩人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雙雙喪命 九車子鑑定中 詳細造勢原因調查釐清中 失控釀意外的還有這 水泥浴板混凝車 一個轉彎重心不穩 壓彎翹果鏈 整輛車重重往右偏 疑似因為超載 失控翻車 猛烈側翻 造成夜行駕駛送一搶救中 國道則是離譜撞護欄 民眾目擊驚嚇報案 因為有車輛自撞V型護欄 人車衝下基隆河 下落不明 家屬心急如焚 從黑夜等到白天 搜救人員經過一夜搜索 總算鎖定車輛位置 可以了 將撞爛泡水的車輛 吊掛上岸 駕駛殘卡在車內 已經死亡 警方比對車牌 和家屬現場指認 確認身分 果真就是失聯的 蔡姓男子 蔡南平時台北新竹 往返通勤 不排除可能因為疲勞駕駛 而釀意外 國道警方將報警 檢察官相驗 並調查車禍發生的 真正原因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 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